拿我们哥儿两个来讲吧 都在才学习这个时候 的确是水平很低 是 他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 您看这水平是能够保暖24小时 暖水平啊 你看那个相声啊 他所表演的内容是很多 是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 一个相声演员呢 这个生活是很要紧的 你看一个相声演员走到哪里 随时随地的都要观察生活 不错 都要注意生活 但你有的时候想不到 什么东西在相声里头 就能够用上 都是材料嘛 各方面的生活都得要体验 都得要体会 不过有一种生活在我来讲 是不能够享受了 什么呢 搞对象的生活 没有了 怎么意思呢 因为在过去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对 我的婚姻呢 就是包办婚姻 主要是来救社会那个制度 对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就指的媒妇一说 父母瞧着合适了 就给办了 啊 那个时候的婚姻怎么样 跟这个 跟抓彩一样 是 壮大运 一百对里头啊 不一定 这个 有几对 美满的 那的确是跟抓彩一样 壮大运 碰上个好的了 一辈子不错 抓不着 闹快堂 完了 闹快堂啊 你再想想现在 婚姻自主 男女 二位 同学也好 同事也好 啊 彼此互相了解 志同道合 搞上了 再结了婚 多么幸福 就是 有时候走在马路上 我看着 一对一对的 一走 我 我且跟着呢 你跟着什么呢 跟着到没有别的目的 我是羡慕 真是多么幸福 有时一跟 跟着多老远 有时也耽误事 那天在百货大楼 我刚买这么一个暖水瓶 我一回头 我叫这二位 合格的 合适 漂亮 我紧跟着 这女同志说了一句话 白我气了 说什么 有什么 有奶油的吗 啊 拿我当卖冰棍的了 赶紧回去吧 我多逗活 你说这现在 这是多么幸福 是 不管是同学 不管是同事 两个人都彼此了解了 互相认识了 你爱我工作是进步 我爱你 学习是很努力 彼此都是英雄爱模范 好的爱好的 搞上了 这是多么幸福 对 据我想是都爱好的 这是肯定的 这个人越进步 各方面都很高的要求 谁都爱 据我想这两个人一谈话 也是这样 比如说吧 两个人休息了 彼此要交换一下意见 谈谈 男方呢 要问问女方 究竟喜欢自己什么地方 我想这个女方谈的时候 准时爱她的优点 对 比如说两个人一谈 小白 小白 这有什么关系呢 教训你姓白 不许人家姓白 对对 你这点头干嘛 从小 当家都不许是怎么的 小白 我想问问你 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小白说什么呢 你看小白喜欢她的地方都是优点 我喜欢你什么地方啊 第一我爱你的就是 工作上你能够啃钻研 你能够积极地挖潜力找窍门 给国家节约财富 第二样我喜欢你的就是 学习上你是很认真的 你能够理论结合实际 另外你能够团结同志 尤其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爱她的地方都是优点 对 既我想没有这个人 说这种缺点越多 越可人疼 有爱那个人的吗 有这么说的吗 尽管缺点 小白 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喜欢你什么地方啊 第一我爱你的就是你会说瞎话 我跟你认识这么些日子了 你是一句实话没有 你编的那个瞎话可是太圆圈了 第二样我爱你的就是得谁跟谁打架啊 咱这群人你算打变了 尤其我最爱你的就是胆子大 敢想敢干 谁的钱你都超着敢换了 照这个好吗 毫无 收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